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一峰 然后你能够看到他系鞋带 他在思考 他在享受他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今天来到球场前 然后看到满大街今天全部是Kobe 今天全部是穿着Kobe的衣服 我注意到小南斯今天穿了一双Kobe当时在阿迪时候的Creezy系列的一双鞋 那双鞋是我人生的第一双第一双篮球鞋 那我看到那双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所有跟广大的球迷一样 所有的记忆 所有的青春 都在可能简单的说 在他每一袋鞋当中 我们的青春就都在里面 刚才你在这个前排也是 当他换下来 第二阶换下来的时候 你看他和队友有没有交流 我看有一个小南西叫Kobe 那是Kobe已经非常兴奋的 冲到场里了 你看那时候呢 他就说看队友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交流啊 或者是跟其他人 因为阿泰斯特坐在他旁边 很多的是他们俩在交流 然后我觉得尼克扬想插话 但是他插不上 插不上 对 他的focus都在他的时尚上面 我觉得他没有把他的focus在球场上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珍惜他最后的一场比赛 每当Kobe有拿到球 有好的进攻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听到球员也在说 希望有一个细节是 马上要再换Kobe上场 但是裁判可能 因为一些技术的问题 可能要等下一个暂停停球 死球的时候才上场 那忽然这边的球员已经在跟裁判说 你为什么不让他上 因为他是Toby 他最后一场 所以大家真的非常的爱他 所有的休息的时候 有很多其他球队的球员 送上的一些祝福 包括美国很多演艺界的一些明星 送上的祝福 很多其实最多的就是两个字 谢谢 真的是要谢谢他 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一方 你现在看到Kobe拿了22分了 出乎你的意料吗 22分了 我没有算 我没有算 我记得进了两个三分 两个三分 有一个是长两分 远两分 有一个惨现了 刚开始有点紧 我觉得 刚开始还有第一个球短了 第二个球力量大了 然后后面 实际上你看这个比赛 一开始的时候 两边都有点紧 没有放得很开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放开的是Kobe 是 是 是 没错 然后连续得了12分 刚刚是咱们看这个比赛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不是有压力 胜负没有任何压力 但是呢 是这种氛围当中 说实在你想发挥也不是很容易 对 我觉得今天其实胡人的战术很简单 求求求给Kobe 拉开 最后让大家欣赏最后的半场 他把他所有的进攻的才华 他的武器 再让我们一一的再看一遍 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 好的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一峰 那么一会儿李一峰呢 将在第三届的开始阶段 跟我和张师导一起为大家结束比赛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回给后方北京的演播室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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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